我们强势股里面很久没有出现过在线教育的股份 在美股上市的 L.O.P.E 这些很浪漫 是不是有一个叫L.R.N L.R.N 都好像是 L.O.P.E 这些股票要留意 但它的市值和成交 对比港股当然多 但美股中型尺寸 36亿美金市值就是200多亿港币 在美股里面是三版的小游艇 跟大游轮相差很远 但我会留意 因为它的教育股是特别的 之前有些ATGE升得很完美 我记得ATGE 但它升太多了 所以看到ATGE的股价 是很夸张的 它的业绩好之后 连续五支大阳烛升上去 所以我会选择同系的个股 这个是特别强的 但是我未想到特别的支柱在哪 但我有机会再更新 但是我查过业绩 业绩是应该这个因素 很好的 不断增加 所以我会选择L.O.P.E 这些是冷满少少的个股 但成交其实不低 三千七百万美金 也有 美金没说算不多 香港两亿多了 现在很多都没有 九龙仓劫那些 那么大只 都只有几百一千几百万 成交额 这些人是几千万美金 不如补充L.O.P.E的策略 现在他算是高位 那上网看什么位 我看这些位置一定是突破的 看他突破多年的新高 我估计应该都突破到 机会大 但这种东西的特性 就是他走得很慢 你不要预计他一两成会升一两成 没什么可能的 这种东西是用三四个礼拜 才升一两成的朋友 但他很稳定 但他的停滞也很容易摆 你摆在117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安全 当然你放低少数 116.5那些 即是凡是整数 你不要放整数 你放低5毫子那些会好些 因为6.5 我希望他升 突破之后 有机会升两成左右 就是升多 两成即是24元左右 希望他150元 这个位有机会到 150元一个齐头数 他们很多时候 这个位置会软